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服品质选对的不买贵的 Ms.YY小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关注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我上个月刚好度过了我人生的 36岁大寿 要问我什么感觉啊 感觉非常好 因为我的自我设定永远是 25岁 不过当然不管内心如何年轻 我们这一副皮脑毕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 所以日常的羞羞补补还是不能少的 但是我的日常护肤一直是比较佛系的 所以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尝试过 什么水光针等等医美的项目 自认为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皮肤状态 我还是挺有色色的资本的 所以今天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些压箱底的保养好物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时候可能你会说 我们又不在法国 你推荐的东西 我们不一定买得到呀 墨迹墨迹 我们这里呢 可是有无比强大的 Look Fantastic 无论你身败何方 无论你来自何处 Look Fantastic将风雨无走为你的美服务 That is so fantastic 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 欧洲最大的护肤彩妆网站 Look Fantastic 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 我本身呢作为Look Fantastic 长期的资深使用者 我只想说 你们真的很有眼光 当然啦 这一次呢 他们也是带着超大的福利来的 从今天4月22号到5月中旬呢 网站有一个地球日的促销活动 而在这个基础上 还有特别啊 给屏幕前的你们呢 准备了专属的折扣码 大家呢 只要在Look Fantastic的中文网站上下单的时候呢 要输入Miss Y 就可以呢 享受到实时显示全占最低的价格 最高呢 可以享受6到7折的福利哦 而且无论你是身在国内 还是亚洲 美洲 欧洲 澳洲 等等 其他国家和地区呢 都可以啊 通过中文网站的来购买 而且啊 网站呢 也支持银联和微信的支付 海外的小伙伴们呢 也可以啊 使用海外的银行卡付款 而Look Fantastic呢 会在下单后的7到14个工作日啊 从英国只有送到你家哦 这里呢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关税的问题 像我本人呢 在法国啊 自从英国脱欧之后呢 我也有下过两次单 这两次呢 都是没有被税的 而针对国内小伙伴们呢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 专门的小程序啊 来免税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啊 再告诉大家具体的信息 好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嗯 马上呢 就开始今天的分享 这里呢 先声明一下 今天所有的分享 仅仅的代表 我个人的使用感受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肤质和状况 作为一个参考哦 我的肤质呢 是属于有点敏感的中性熟灵机 我生活的城市呢 巴里啊 也是属于比较干燥的 因为呢 纬度比较高 太阳的紫外线 也是非常强烈 而且日常的风啊 也是很大的 我忽然发现 我皮肤面对的外面环境 还真的是挺恶劣的哈 而这里打头阵的呢 必须啊 是这一瓶 贝德马家的卸妆水 这瓶呢 绝对是法国所有女生 人手一瓶的卸妆产品 据说啊 就是曾经创下了 每秒钟卖出两瓶的记录 因为呢 他家是有一个革命性的发明 他家呢 在 L'Odemyceler 就是这种 胶树水里面呢 添加了那种叫做 生物胶树技术 这个专利技术呢 就是利用特有的仿生技术 在清洁的同时呢 会模拟 细胞皮肤封城 就是达到不破坏皮脂膜 然后尽量维持 表皮的弱酸环境 所以现在基本上呢 市面上所有的胶树卸妆水呢 都应该叫他一声巴巴 首先他的卸妆能力 是非常强的 除了个别非常难卸的防水睫毛膏 还有染唇液之外呢 其他几乎所有的彩妆 都可以轻松的卸出 还有一点就是 他的配方呢 就是非常温和 是不含酒精和任何香料的 所以他的质地就跟水一样 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而且呢他的清洁的主力啊 和那个我刚才提到的 肌肤组成的成分的非常相近 特别呢 适合敏感性肌肤 他们当然还有出了一个 绿色瓶盖的 是比较适合痘痘肌的 还有蓝色瓶盖呢 是比较适合缺水干燥的肌肤 这一瓶呢 绝对是我所有用过的 塑胶卸妆水中 性价比最最高的一瓶 没有之一 日常居家呢我会囤他家的 这个500毫升的那种两瓶装 还有呢就是那种100毫升的 就是特别适合啊 大家带上飞机 旅行爱来吃的 那么第二个我推荐的 截面产品呢 是一个英国的品牌 叫做REN 它是英国的一个天然的 有机的护肤品牌 是标榜啊 孕妇啊也可以用的 而今天推荐的呢 是他家的玫瑰薔薇 截面折离 绝对是他家的明星产品之一 这一款呢 它是主打玫瑰薔薔薇的 花瓣萃取物 除了清洁的功效之外呢 据说还可以降低 就是氧化反应 带来的损伤 不过这一点吧 大家听听就好 不过呢 我喜欢这一瓶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首先啊 它的那个包装呢 按压式设计 就是啊 非常的方便和卫生 打开之后呢 就有一股 非常好闻的玫瑰的味道 尤其是洗完脸之后呢 脸上还会留有 淡淡的那种玫瑰香味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爽舒缓 它的质地呢 是由动性比较强的 透明褚鱼状 基本上啊 是不会起泡的啊 还有呢 我个人觉得 它的清洁能力啊 是非常不错的 洗完脸之后呢 是那种不紧绷 然后柔柔滑滑的感觉 不过呢 它还是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用的比较快 我平时呢 基本上都是两部 像这一瓶 我现在已经用了 差不多三周了吧 基本上一瓶就是 两个月的量 精华选择好 皮肤差别 而抗衰老的精华选择啊 就绝对呢 不能少了 维A唇 也被称为 湿黄唇 湿黄唇呢 是市面上的 第一个公认有效的 抗衰老成分 能够呢 有效的激活 肌肤呢 生成胶原蛋白 然后保持肌肤呢 Q弹的状态 虽然呢 这个东西非常好 但是呢 湿黄唇的使用呢 还是啊 需要特别注意的 它的刺激性呢 会有点大 然后稳定性呢 会比较差 所以这对产品中 湿黄唇的提取 还有技术的运用呢 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而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呢 就是 Magic 8 他们家的 湿黄唇 三号抗衰老精华 它家呢 在这一点上 就做得非常不错 是运用一种缓湿技术 在整个皮肤表面呢 就非常柔缓的 释放出这个成分 不会啊 引起过度的刺激 或者不适 基本上这一款呢 大部分的皮肤啊 是不需要呢 建立耐受度的 当然啊 除了那些皮肤 特别敏感的 小伙伴们除外 而这个品牌 MATIC 8呢 是英国的一个小众品牌 而它的创始人啊 就独创了 CSA的护肤折理 这个护肤理念呢 就是我们白天啊 搭配使用 维生素C 还有防晒霜 抵抗阳光 晚上呢 就使用这种 维A唇 适黄唇呢 来修复阳光的 造成的损伤 而这种护肤理念呢 也是现在被普遍认可 非常有效对抗衰老 而这个产品的基底啊 是以赫赫巴油为主的 油类基底 我通常呢 每次啊 是使用3-4滴就可以了 在掌心呢 均匀揉搓之后呢 再按压到脸上 让它吸收 所以呢 你别看它只有15毫升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耐用的 性价也比较高 还有呢 这一点在适黄唇的使用上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呢 就不能和像火酸啊 还有水羊酸啊等 酸类非常强的产品的 同时使用 可能啊会引起呢 一些刺激啊 会导致呢 肌肤有一些不适的反应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一组产品呢 是最近最让我惊艳的产品之一了 它呢就是 Sarah Chapman的睡眠护肤两件套 Sarah Chapman呢 是最近几年 会变欧洲的英国高端小众 沙龙护肤品牌 很多明星像 维多利啊 贝克海姆啊 还有Naomi Words啊 都是他家的忠实客户 他也曾经啊 被时尚巴沙评为呢 最好的股服专家 他擅长呢 就是将自己独创的按摩手法 还有先进的医美科学技术呢 相结合 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一套呢 主要的 第一个呢 就是他家的明星产品 熬夜生油 因为像我这样 平时做的视频啊 有非常严重的拖延症 所以熬夜呢 基本上就是常态 第二天脸的状态 就是那种干扁暗黄 然后法令纹也会加深 然后脸上呢摸上去也会有点凹凸不平 干燥缺水 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的 嗯 熬夜老十岁那种熬夜脸 但我用了这个之后呢 我只能说它真的是拯救了我 它质地呢是属于那种油性质地 吸收呢是很快的 整体还是偏清爽的 基本上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大家在熬夜当晚睡觉前呢 用这个神器啊 第二天皮肤的亮度和细腻度呢 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这种效果真的是可以持续好几天 官方呢称它是可以代替啊水精华面霜的 所以呢可以在截面后啊直接使用 就是一瓶呢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 这真的是太贴心了 啊 你想啊我们熬夜的时候到最后一刻 真的有时候连卸妆的力气都没有 绝对是我这种懒癌患者的福音 啊 当然啦这里他们还是建议呢 说要搭配上一套achapment 独创的那种按摩手法 会达到那种事半功倍的效果 像我这么懒还学什么啊 按摩手法 所以我就直接配了这一套 就是面部按摩仪 这个按摩仪其实一开始在下单的时候 我还是挺有余的啊 心想 诶这个不就是以前很火的那种网上的 瘦脸神器吗 我某宝上几十块就能买到 这个还要两百多人民币 我用了之后呢 诶还真的不一样哦 这个材质啊你拿到手呢就非常有质感 然后主要呢就是它的按摩力度啊 是非常好的 而且非常容易掌握 据说呢它是完全模仿了 Sara Chapman 独创的一个精准的按摩手法 使用的时候就是大家用上这个精华之后呢 然后就用这个就按摩 而且大家最好是从前往后推 就是不要从下往上推 就基本上大概涂完之后按摩个十几下就可以了 我用完之后呢脸是有那种热热啊微微泛红的感觉 就明显感觉到脸部的血液循环呢会加速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我心理作用作祟 感觉最近的下额线这款明显很多 接下来呢推荐给大家是一款眼部精华液 是Neo的家的分层眼部修复精华液 那Neo的这个牌子呢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 但是大家肯定知道就是同公司的The Ordinary 这是他们家公司的新出的一个高端线 成分档然后性能 但那种包装提倡高效率高成效 真的让我感觉他们家走的风格就是一家科技公司 有没有 The Ordinary的那一个线呢它的成分是不错的 但是它的使用感真的是 所以呢我现在就比较推荐大家使用 就Neo的这个产品 它的吸收包括使用感受呢 会好很多很多 主要的呢里面是除了透明质酸外呢 它还是走钛化复合物的路线 其实呢它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钛系统 来进行一个抗老这样一个动作 它这个质地啊是属于非常水润轻薄的那种黄色的液体 非常非常好吸收 我基本上每次用量大概3D都用不到吧 也是15毫升的用的挺久的 不过大家最好是在开屏之后 三个月之内用完 因为像我自身的眼睛 平时的就是问题不是特别多 就主要是这边有表情纹 还有一个小细纹 在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后 就会让我有一个明显的淡化的感受 至于黑眼圈 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做这一方面的回馈 不过呢毕竟是这种抗老精华 所以它的保湿力呢还是不够的 后续呢需要有大家用那个眼霜呢来增加保湿度 接下来推荐的呢是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高端药妆品牌 就是菲洛加 菲洛加相信大家最近几年应该非常熟悉了 它家最有名的核心成分呢就是NCTF 是一种可以注射性的全面的活肤配方 也就是我们日常所称的玻尿酸 而它家呢几乎所有的产品啊都包含了这个成分 所有的产品线啊我都是用过了的 像它家的十全大补面膜啊 还有Time Zero 还有Time Bealer这两个系列 而这里要推荐的两款产品呢 是我最近又重新回购的两款 首先呢就是这瓶它家非常享有名气的 三百六十度雕塑眼霜 这款眼霜可以说是那种全能一眼霜 像什么去黑眼圈浮肿啊改善细纹啊 锁水保湿啊什么什么的 这一款呢我已经回购N品了 我基本上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用这瓶了 非常适合大家抗出老 三十岁之后呢还是要结合那些抗衰老性强的眼部精华来使用了 这瓶呢刚好弥补了 刚才那一瓶就是保湿锁水能力欠缺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给大家推荐 就是它家推出的不久的吧 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NCTF的reverse系列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这一款细胞再生霜 它里面呢是含有非常高浓度的NCTF 据说里面的浓度呢就相当于一针满满的水光针 其实它家这一个系列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非常适合我们三十加以上的皮肤的 上脸之后呢是非常好吸收的 而且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是那种有点哑光的效果 这一款它家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挺清爽的 油皮的小伙伴我觉得也是非常适用的 像之前Alizar真的就说过它家的NCTF呢 这种技术啊起码领先现在护肤界的平均水平啊 三年之久也被称为就是未来的抗劳科技 接下来呢推荐的还是一个法国国民品牌Gordali 因为它家呢是主打以葡萄提取物啊为产品核心 所以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大葡萄 而今天呢我这里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套日用的淡斑套装 因为呢法国的纬度很高 然后阳光呢也很大 紫外线呢就是特别强烈 而且我自己本身呢平时也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晒日光浴的 所以呢随着时间的增长 我的脸上啊就会出现一些色斑 所以我就入手了它家这个Vino Perfect的系列 这里面呢是含有啊它家独家的专利成分 就是Viniferin 一个葡萄藤的萃取液啊提炼而成的 据说它的那个淡斑美白功效呢 比维他命C啊要高出62倍 能够啊就是击退肌肤底层的那种顽固的黑斑 并且呢能够防止就是色素的沉淀 这个精华液它是法国美白淡斑精华的销售第一名 被誉为呢激光美容的替代品 它呢是那种乳状的精华液 就是质地呢比较偏清爽 然后也不太粘腻 非常非常好吸收 我觉得这瓶呢它是适合所有复制的小伙伴们的 而这个日用的套装里面呢 它也配了一个淡斑的日霜 它这个日霜呢就是特别融入那种滋养的保湿成分的透明质酸 还有啊小沙溪啊 葡萄籽油啊 有机的乳木果油啊等等 这一套呢我用下来真的是效果非常的立竿见影 基本上我用了两周以后呢 这个肤色啊就有肉眼可见的变化 尤其是唇周然后眼周这一块呢 就是暗沉消失了然后肤色会变得更均匀 而且明显提亮了很多 脸上的一些色斑 尤其这一块我还有一些痘印呢 也是有淡化的 还有一点啊这一套呢 让我感觉最为意外和惊喜的呢 就是它的保湿能力 因为我现在白天呢都是骑自行车 我刚才提到过就是风又大 就是真的很容易让皮肤干燥 但是呢我在没有加其他保湿霜的前提下呢 我一天下来回到家 脸上呢完全没有缺水的感觉 所以这一套干皮的小伙伴们 真的一定要试一下 太值得了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是一个 可以从头用到脚的万能产品 欧数的万能油 为什么叫它为万能油呢 就是因为啊它的用法实在是太全面了 就是一瓶可以搞定一切 像我平时呢就洗完澡之后呢 就是会用它 先呢做一个护发精油 就是洗完头头发半干的时候呢 抹在头发上 然后再吹干 这样呢你的头发就会变得比较柔滑柔顺 让我的头发就是保持那种健康的光泽 还有现在很重要一点呢 因为我的身体呢是比较干燥的 像手肘啊就膝盖这些关节部分呢 就非常容易干燥 然后色素沉淀 所以呢我这一款就会经常就是大量的涂抹在关节部分 就让它后续的保湿力度更强一些 而且呢它是主打那种叫做干性油 所以你涂到身上之后一开始是油性的 但是在它吸收了之后呢 就是一点也不油腻 非常的清爽 当然它除了这一款基本款的之外呢 它其实还出了一个哑光的是适合混油皮油皮的小伙伴们 同时呢我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它加那一款 就是加了闪粉的那一款 它那个涂上身之后呢 尤其在夏天阳光的照射下就会呈现那种皮肤上 Bling Bling的效果 很亮眼哦 刚刚跟大家有说过啊 我从小就属于那种天生颈纹非常深的 不过呢我现在后来发现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 除了颈纹深的那一块之外呢 还有就是颈下三角去的这一块出现了两道纹 天哪我觉得太吓人了 我认为这有可能是我日常就是体态不是特别好 平时尤其看电脑看多了 就是有点就脖子前倾 这一点我自己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然后我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个 我是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去皱的产品 Pray它家的Agerless的 颈前和颈下三角区的护理霜 Pray呢是美国的一个小众品牌 主要它家就是做抗老和去皱的产品的 它家的使用感受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好吸收 然后不油腻 让我感受还是有些淡化的效果的 还有它就是会针对竹林肌肤内容色素沉淀上的问题 因为我的身体本身的颜色就比我脸上要深很多 所以它会让我颈部的肌肤和脸部肌肤的色号呢 稍微相近了很多用完之后 而我之后呢其实确实有打算尝试一下医美来去除经纹 然后到时候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效果 面膜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日常就是一个急救功能的 我不认为它对我们皮肤的长期效果有什么帮助 所以呢我对面膜的要求啊就是密集性补水 然后就是修复功能要非常强 瞬间修复 而今天我推荐Dariga家的面膜 Dariga呢也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药妆品牌 它的家的睫毛眉毛生长液啊我知道很火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它家的面膜 我基本上每次呢去药妆店啊就必定要囤货 说实话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也是那种囤抹式面膜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贴面面膜它会经常出现那种不贴肤 它家的面膜呢就完全没有以上的困扰 因为Dariga家的生物研究实验室呢它是专门研究了 天然的一种生物纤维技术 你敷上去就像是第二层肌肤一样完全趴在你的身上 所以呢它的里面的精华就是非常能够彻底的进入你的皮肤 敷完之后的皮肤的状态就是立马喝饱水的状态 就真的是瞬间让你年轻了好多就那种蓬蓬的状态 它家所有的面膜我都是全线推 大家都可以避眼露 基本上所有的腹脂都是非常适合的 像我们现在呢可以说生活压力啊也是越来越大 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睡眠呢就一直成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今天这里呢我就要推荐给大家两个产品啊 就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这两个产品呢都是来自于Neom家的 Neom呢是源自于英国的天然高级香薰产品 它的产品的定位的功效呢就是安睡 然后减压啊带来能量让你快乐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第一个产品呢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Distress的喷雾 这个呢是属于他家的香薰的减压喷雾 里面呢包括薰衣草然后茉莉还有巴西紫檀木等等 那种24种啊缓解压力的精油 像我平时可以喷在沙发上啊还有窗帘上啊 而且呢大家还可以喷在身体上也是可以使用的 因为它是纯天然的 我是经常使用在我的卧室里面的 这样呢你就一进去以后你整个身心呢就会非常的放松 就让你更容易的进入那种比较宁静的状态 那除了这一个之外呢如果想要睡好觉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啊大家购买这一款就是他家的睡眠喷雾 啊这款真的是太强大了 它是夜间的就是睡眠整喷雾 它里面呢是有14种就是诱导睡眠的天然精油 而让身体呢就是快速的进入那种深度睡眠 所以我每次睡之前呢基本上都在我的枕头上喷个两到三下 第二天起来呢能够神清气爽 有时候我旅行呢也会带着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如果你睡眠上有这样的小伙伴们呢一定要入这个 这两个一起就是让你的睡眠质量能够更高 而且让你的身心呢能够更放松 啊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分享了 影片中提到所有的产品呢大家都可以在lookfantastic的中文网站上找到 当然身在海外的小伙伴们呢也完全不用担心 只要把网站的语言呢改成中文啊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而且啊输入你所居住的国家的地址呢照样啊直游到你家 虽然我在法国现在呢我也已经习惯了用中文网站了 因为呢它里面的折扣力度啊不但更大 而且呢还有超级贴心的就是中文客服 而大家在中文网站上呢只要购买380人民币以上的产品呢 就可以享受啊全球游费全免哦 那么这里呢关于国内小伙伴们比较担心的一个关税问题呢 他们也非常贴心的推出了一个小程序 大家都可以想到一下屏幕上面的二维码 然后进入这个程序里面呢所有带有紫色标识的产品呢 就是免关税的啦 我也会把这次活动所有的聚集信息呢放到描述栏里面供大家参考 然后B站的小伙伴们呢也可以在置顶的评论里面找到哦 所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呢就千万别忘了点赞投币加转发 请看大家介绍一下 看看你 吧 说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